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拇指一足 离不开手机 手机对我们这么重要 我们每天把它握在手里 捧在怀里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 它的安全隐患呢 网上有很多的传言说 手机不仅不安全 而且还是杀手 手机就是手雷 它相当的危险 下面我们马上走上街头 听听大家怎么说 现在手机已经从一种通讯工具 逐渐演变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一种生活工具 有些人每天用手机上网的时间 已经超过八个小时 然而近日有传言说 手机辐射会导致人生病 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 大脑疾病 心脏疾病 甚至是不孕不育症 消息一出 很快在网上传开 相关搜索达到一千多万条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呢 你好 网上有一种说法 说那个手机辐射会导致人生病 你们对这个了解吗 不了解 好像有会生病的 就是肿油一类的 手机辐射会导致一些疾病吧 我之前也听说过 看到一些报道 上面有写过 那也没辙啊 那现在一天里的手机都不行啊 就感觉跟世界脱节了一样 癌症吗 癌症 肿瘤 然后可能对对视力有影响啊 好像是能致癌 还有导致什么 什么气功安病变嘛 什么的 好像是轻松眼吧 我听说是有这样的 我听说反正手机辐射能导致癌 然后还能 有的人能掉发什么的 手机辐射在哪些情况下会比较大 您知道吗 手机任何时候都辐射到 所以电量低的时候辐射会很大 还有就是 每信号 就是刚打电话的时候辐射很大 没快要没电的时候 还有就是手机在充电的时候吧 通过万万求真小分队一天的采访 我们了解到 广大观众对于手机辐射的说法 众说纷纭 其中手机电量不足时的辐射最大 这个说法被几位受访者提到 那究竟这个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相信 因为有感觉哈 这种 因为它本来那个电池到后来就变红了 我的心里就一阵紧张 所以我觉得它肯定还是有道理的 而且每个人都在说 你紧张的点在于打着打着电话 就没电 不是我自己觉得没电的时候不是应该充电吗 为什么还剩一格你还要打电话呢 没有充电的 是这个服务社问题呢 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个问题 因为它大就大吧 反正 我也说这么招了 就这么招吧 视死如归了是吗 我觉得有点悬 因为它的那个电量快没有和满电的时候 它其实我觉得辐射应该是同样大的 我觉得从科学道理上来说的话不存在 它如果是一个物体的话 它的辐射应该不会是电量而变化 这个没有科学道理对吧 刚才大家说了很多的说法 更多的是传言 因为这都是大家的一种推测而已 那么如果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 手机真的有这么危险吗 万万求真小分队 接下来就要对手机的辐射问题进行实验 调查 最近有传言说 手机电量不足的时候 辐射是电量充足时的一千倍 要尽量避免在手机电量不足的时候 接打电话 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都知道 手机是通过电磁波来发送和接收 语音和信息数据的 那么考虑到实验的客观性 接下来万万求真小分队 将用专业手持电磁辐射仪 分别对两台智能手机 和两台非智能手机进行测量实验 这次我们使用的手持电磁辐射仪 是通过测试仪器附近的电磁波的功率 来反映手机等电子设备的电磁辐射的强弱 数值越高 说明电磁辐射越强 接下来万万求真小分队 要看看他们在电量充足的时候 电磁辐射数据究竟是多少 通过第一轮实验 万万求真小分队 现在已经拿到了四台手机 在满电状态下的辐射值的数据 我们看到 不管是智能手机 还是非智能手机 电磁辐射以上的最终数值 几乎都是0V特斯拉 只有某款智能手机的数值 是0.03V特斯拉 那么手机电量不足的时候 辐射是电量充足的1000倍 这个说法究竟是真的 还是假的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接下来会将这四部手机 使用到只剩一格电的状态 现在四台手机都已经只剩下一格电 约25%的电量了 我们再来对四台手机的辐射值 进行测量 我们看到 当我们测量 启动一款智能手机的时候 手持电磁辐射仪的数值 相较于满电的状态 虽然没有像传闻说的达到1000倍 但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最高时 数值已经到了0.16V特斯拉 难道说 传闻中的这个说法 是真的 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0.16V特斯拉的数值 仅仅维持了几秒 就重新降为了0 接下来万万求真小分队 又对其他几款手机做了测试 现在我们已经明显的看到 当手机的电量已经减少了 这个手机的辐射值 依然没有明显的变化 我们看到 无论是智能手机 还是非智能手机 在满电 还是不满电的情况下 最后 电磁辐射测量以上的数值 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这是不是就说明了 手机辐射大小 和电池电量无关呢 其实所谓手机的电池电量 和手机辐射量之间的关系 这个传言是没有什么依据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 手机辐射产生这个原理 是因为手机内部信号发射 和信号接收 在这个过程中 它产生了这个辐射 那么手机内部的 电量的这个流通 和信号的接收 是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 两个部分 它们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 所以所谓手机电池电量 低的时候辐射量会增大 这是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一个传言 手机电量不足时的辐射值 是电量充足时的一千倍 是不正确的 好 不过看了这个短片 我觉得我们心里稍微舒服点的就是 这个好像没那么可怕 本来手机是用来打电话的 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智能手机的发展 这个手机已经不再是传统一个打电话的手机了 它赋予了太多的功能 比如说以前我们说叫什么 这个拇指控 现在叫做低头足 因为手机上有太多的信息 手机可以用来上互联网 对不对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嘉宾 更多的也是拿手机做上网来浏览信息 对吗 可是现在问题又来了 网上又有一个传言说 手机在打电话的时候有辐射 而手机在上网的时候 辐射更强 你们认可这种说法吗 不认可 不认可 刘思娜 不认可 我觉得肯定不可能 因为其实不仅手机可以上网 态度可以上网吧 然后电脑可以上网 台式电脑可以上网 笔记本可以上网 那你这么说手机上网的辐射是最大的 那其他的辐射也一样大 其实这个辐射本身是应该取决于你这个器材 而不应该取决于你这个器材在干什么的误写 对 我觉得世纳这个 我跟他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如果你手机上网的时候 它会存在一个交互的问题 跟基站交互的问题 那么它在 相当于它功率更强了 那说不定有可能 因为其他加过电器 它不会存在一个联网 基站交互的问题 我觉得上网 辐射更大的这个事不靠谱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用的这个手机 就跟台式机其实是一样的上网的道理 上不上网 它的辐射都在那 不是说你上网 你上就增大 对 它都在那 不增不尽 对 你打电话的时候也有可能 它已经都存在了 所以不会有增大的这个事情发生 手机在上网的时候 它会传一些电磁波出来 这个电磁波的话 它真的会影响你的脑子 或者影响你的身体 好了 其实我们智能手机的发展 说实话 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那我们用手机上网浏览信息的时间 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通话时间 如果手机上网的辐射最大成立的话 那就证明着它真的跟我们的健康有关 到底我们的手机上网辐射真的这么大吗 万万求真小分队马上为您带来求真调查 刚刚万万求真小分队 对手机带机的满电和不满电状态进行了测试 我们发现传闻说手机电量不足的时候 辐射是电量充足的一千倍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但是还有传言说 手机在使用过程中的辐射值 也是平时带机状态的一千倍 所以在使用手机的时候 要尽量将手机拿远一些 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接下来我们会对手机在待机状态 通话状态 流量联网状态 以及WiFi联网状态下的辐射值进行检测 首先我们对某品牌的非智能手机 进行通话状态下的测试 我们看到在手机接通以后 手持电磁辐射仪上的数值一路攀升 最终定格在6.72V特斯拉 这个数值比起待机状态的时候 已经上升了672倍 但是数值仅仅没吃了几秒就恢复正常 接下来我们又分别对市面上主流的两款智能手机 进行了通话测试 实验结果表明 手机在接通的那一刹那 电磁辐射仪的数值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随之数值就会恢复到正常数值 有些数值甚至下降到零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手机在待机和通话状态下的辐射值 那么当手机处于联网状态下的时候 情况又是怎样呢 我们看到无论是在WiFi联网状态下 还是数据流量联网状态下 手机辐射值与待机状态相比 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 所以所谓手机上网的时候 辐射值暴涨1000倍的说法 也是没有依据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其实所谓这个手机上网的时候 它的这个辐射量要比平时要大 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通常说的辐射 它实际上是两种概念的一个集合 是指的电离辐射 还有非电离辐射 那么我们手机的辐射 它其实是一种非电离的辐射 通常我们说辐射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指的是电离辐射 电离辐射它造成达到一定质量之后 它对人体会细胞会产生危害 会造成细胞的死亡或者是癌变 我们说平时要离电离辐射稍微远一点 但是手机产生的这个辐射呢 是非电离的辐射 它没有这样大的危害 它在一个安全值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手机的这个辐射是安全的 通过专家的解释 我们知道所有在正规渠道上购买的手机 在上市之前都要经过国家专业部门的测试 这项测试是通过该手机所发出的最大功率来进行的 无论是在手机布满电时 上网时还是通话时 辐射功率再高 也不会高于手机能发射出的最大值 所以手机在使用状态下的辐射值 是待机状态下的1000倍 是不正确的 好 那通过我们的调查呢 专家也给出了意见 希望大家不要担心 但是手机的辐射跟我们人体的健康 跟我们的一些病变 肿瘤啊 癌变啊 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还不能够定论 科学在发展 我们也在不断地探索当中 我觉得最靠谱的就是 大家尽量地采取一些防护的措施 那么等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官方的科研机构 给出了相关的专业的客观的一些标准和通告 以那个为准我觉得才最靠谱 因为手机离我们生活太密切了 不过呢 关于手机给我们人造成的伤害的新闻 确实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 比如说前天我就看到了一条 非常 哎呀 这个让我们触目惊心的一条新闻 手机和电磁炉 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两件物品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这两样东西如果使用不当 则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 近日 东北的张先生和朋友吃火锅时 无意中把手机放到了没有启动的电磁炉上 没想到手机竟然爆炸了 经过万万求真小分队调查 发现由于把手机放在没有启动的电磁炉上 发生的事故经由上百起之多 究竟这个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觉得这样来讲真的是隐患好大呀 就是其实你觉得你是关了这个电源的 但是它的电流是还在 对 而且关了电源只要是插在这个插头上 它的电流就还在 就存在这样爆炸的一段 而且就是如果嵌在灶台里的话 是没办法拔电源的 它就永远是这个样子 永远都有电流存在 而且之前啊 因为我们家也是用电磁炉做饭的嘛 电磁炉你把它关掉以后 它有很长时间自己是还在运转的 而且它上面也是持续加热的 所以我感觉它是不是说 它关掉以后 它已经是预热的状态了 它有余温 对 余温的温度把它炸掉了 好了各位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可能性 在我们生活当中 其实还是极高的 我们很有可能就将手机 无意地放到了关闭的电磁炉上 这就有可能造成极大的危险和伤态 那么到底手机碰到了电磁炉 甚至是关闭的电磁炉 就真的会产生爆炸吗 为了一探究竟 万万求真小分队 继续为您带来新闻调查 看到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全互装成这样的 说明接下来的这个实验 有一定的危险情况 把手机放在电磁炉上 即使电磁炉没有打开 只要插着电源 手机也能够自己将电磁炉打开 最重要的事故 真相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 看起来非常复杂的装置 那么面前这个钢化玻璃罩子 是为了确保实验安全来进行设置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罩子里边呢 有手机有电磁炉 有温度探测探头 那么温度探测探头连接到的是一个温度监测仪 把手机放在电磁炉上 我们来看15分钟之后 这个温度计上的毒素是否有变化 按照传言的手法 手机放在没有启动的电磁炉上 电磁炉就会自动启动 最终导致手机爆炸 现在我们即将开始实验 我们万万求证小分队的工作人员 也都穿好了防护服 现场的工作人员为了确保实验不出意外 反复地检查着实验道具 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手机真的会启动电磁炉 最终导致燃烧爆炸吗 我们看到刚刚没有动静的温度测量仪的数值 已经开始出现了变化 玻璃防护罩内的探头 已经感应到了逐渐升高的温度 那么随着温度的变化 最终真的会造成手机燃烧甚至爆炸吗 我们看到放置在电磁炉上的手机已经开始冒烟 而电磁炉并没有停止加热 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天哪 手机已经烧起来了 首先我们要知道电磁炉的工作原理 电磁炉实际上它是因为里面有电磁波 能够感应到金属物质的时候 它就会启动加热程序 然后来加热这个金属的物质 这样它来工作的 那我们知道手机 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金属的部件 甚至有些手机的外壳就是金属的成分在里面 如果我们现在把手机放到电磁炉上面 电磁炉感应到了有金属的存在 它很可能就会自动启动加热的程序 如果说现在这个电磁炉它没有一些过热保护的装置的话 很有可能它就会因为温度过高 引燃手机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塑料外壳呀 一些可燃的物质 那么这个时候会很危险 因为很可能会造成手机的燃烧 甚至是造成电磁的爆炸 如果说电磁爆炸就会伤及到周围的人 所以我们要注意在生活中 千万不要让我们的手机接触到我们电磁炉的这个表面 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动作 手机放到未开启的电磁炉上 能导致手机燃烧 是正确的 通过这个实验 我们要意识到生活中常用的电器 如果使用不当 也会存在相当程度的危险 而生产厂家也有责任和义务 向消费者详细告知 产品使用的注意事项和潜在危险 尽可能做到万无一失 保护我们不受到身边这些隐藏杀手的伤害 感谢观看